房地产泡沫何时破裂? 央行员副行长吴小林是时候做好 中国房价真的是太高了 高到一个仅仅只有200万人口的三线城市房价均价都能上万的地步 比如银川市 如果说还有人认为中国房价不存在泡沫 我想根本没有人会相信这种说辞吧 毫不夸张地说 有的城市经济GDP数据就是依靠地产经济在做大贡献 相信很多人和我有一样的感觉 这些年无论走到哪个城市 每个城市好像都有盖不完的楼房 房子原本只是为了给大家找到一个安身的居所而存在 但随着这些年房子在经济贡献中成分越来越大 房子就慢慢具备了金融属性 甚至于其附加上的金融属性已经超过了基本居住功能 留给楼市狂舞的日子不多了 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是到了该破的时候了 正如央行员副行长吴晓琳所言 在泡沫中狂欢的日子不多了 做好潮水退却后的准备是每个国家 每个人都要面对的现实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